如今不管是在朋友聚会,还是男人们在应酬时都避免不了喝酒,其实如果学会喝酒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此依据在医学上已经证明,适量的饮酒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功效,如能降低胆固醇,糖尿病,心脏病,以及提高认知能力。 但是,如果你是酗酒模式,那么你跟酒的健康功效无缘了。下面就来说说喝酒的好处有哪些吧。 喝酒的三大好处 喝酒的三大好处 一、保护血管根据资料统计表明,高血压影响约6-5万多人。 但207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适量喝啤酒的高血压男性患者,其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都有所减低,适度喝啤酒还有助于防止血栓形成预防缺血性脑中风。 2、降低糖尿病人员发现,糖尿病人适当饮酒也能减少最大的杀手关心病发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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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习惯轻度饮酒可帮助保护二型糖药病患者 这可能是因为饮酒会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或消炎作用 3.降低有害胆固醇营养学家和医学家都曾对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感到不解 因为法国人明明吃那么多高饱和脂肪的食物 但他们患关心病的概率却那么低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来研究人员发现这还得归功于红葡萄酒 红葡萄酒是法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它可以减少有害胆固醇 预防血栓 从而降低关心病的患病率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 他们每天都要喝上一两杯 喝酒有三不吃 1.牛肉喝酒时不能吃牛肉 因为牛肉补血液气作用 而酒也是大热之物 同时亦导致便秘、口角发炎、目赤、耳鸣等 2.核桃喝酒时不能吃核桃 因为两者都是属于热性食物 同时食用亦导致上火 2.核桃喝酒时不能吃核桃 3.蕃桃喝酒时不能吃蕃桃 3.蕃桃喝酒时不能吃蕃桃 因为蕃桃中含有柔酸 与酒同时食用会在胃中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 造成肠道梗阻 3.蕃桃喝酒时不能吃蕃桃 3.蕃桃喝酒时不能吃蕃桃 温馨提示 喝酒伤肝 拿些中药草本植物植物泡水 日常护肝养肝 4.蕃桃削 纹香菜度种茶泡水喝 5.蕃桃喝酒 till things like you 曲霞饥线羊纹香菜茶 枸杞 菊花 桑番叶 绝名籽 虫瓣红玫瑰 度种雄花 隔根 麦 玫瑰钱 甘草各菅 五克 并将其洗净,切丁,然后烘干炒制成茶,泡水喝即可,功效,护肝排毒,预防酒精性肝损伤,恢复肝细胞能力。 闻香菜,入肝精,薄肝,清肝毒,预防肝损伤,闻香菜,别名西王草,能清热利尿,去积止痛。 特别是对于急性肝炎,急性胆囊炎,粒颈,肠炎,龙臂等都有良好作用用其泡水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有害物质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桑叶又叫加桑,是一种兼具食用和药用两种公用的特殊植物,现已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类食品。 牛奶防干酒法,幽浪乳,纯牛奶。 桑叶又叫加桑,是一种兼具食用和药用的特殊。 如果身边没有石码可以方法能解酒,防伤肝的话,可以去便利店买瓶忧闹乳或者是纯牛奶,这样喝下去,能使人体的蛋白凝固。保护肝脏,保护胃粘膜。 食物排毒养肝法。 鱼之绿豆。 鱼之绿豆。 一般来讲酒后一般会出现人体头晕,头痛甚至是心呕吐,那么让喝酒的人吃几个酸橘子醒醒味。 再买一碗绿豆汤喝,能期待排毒养肝作用,因为绿豆是天然的排毒钢手。 酒后四不做。 一、酒后别睡电热毯饮酒过量时,人体体内各方面脏气功能失调。 体温,体温热量散失增多,容易使人浑身发冷,此时应该保暖。 但保暖不是叫你直接睡电热毯,尤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二、酒后不要运动酒精本身就有利尿作用,醉酒后人体体内水分流失更多,容易发生脱水症状,此时在运动则会加重脱水危险。 第三、酒后人体体内水分流失更多,容易发生脱水迹。 酒后不要立刻睡觉酒精含有乙醇,请乙醇则是靠肝消化,若此时立刻睡觉,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缓慢,对肝不利,容易得酒精肝,建议酒后用坐着休息一会。 4.酒后不要吃醒酒药有许多人在喝酒之后吃醒酒药来暂时摆脱醉酒的情况,其实实际上,会使醒酒药会延长醉酒时间的,因此,多喝水才是王道。 喝酒好处多多,坏处也多多。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有关乌酒后如何解决的一些方法以及具有酒后养肝,养胃功效的一些食物。 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对此也是有所了解了,也知道了酒后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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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